如果给我当媳妇我就往死了惯了 在冬天无论我有多忙多累 你上下班我必须车接车送 咱俩从来都不在吵架的 如果你生气了 我会想方设法哄你开心 我会说我错了 我不对你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如果你要再生气 那我就会问你饿不饿啊 我会给你做饭 做好吃的 直到你开心为止 我也挺孝顺的 没事来看看我老 令我老溜达溜达散色心 以后会把未来的老丈人 和老丈母娘 当做自己的亲爹妈对待 我找的对象 最好是愿意跟老人相处的那种 我就想找那种茶愣的 能管住我的女孩 并不是那种破马张飞 无理取闹 叮当做一东西的女孩 如果你要是正经过日子的 请为我留灯吧 十一号 刘水 你好 哥 你好 我看你那个出对象 咋这么卑微呢 我孩子那句话 就咋的都是惯他 不怕灌出毛病 现在刘爽担心的是 灌媳妇往死里灌这个事 有点太过了 就怕灌着灌着 就把媳妇给灌得胃口灌大了 欲望也灌大了 就这么个情况 就是这么回事 对 就是你会 我看你这个性格 应该也不会惹女朋友生气吧 我不惹她生气 我一般不惹她生气 那要万一生气了那种 怎么哄啊 会哄吗 现在刘爽生气了 这么的 咱有理有据 你对象用啥生气呢 你没经过他允许 你借给你哥们五万块钱 但是你家呢 正要用这个钱 不太用了 两千就行了 五万就行了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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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这个钱呢 你借出去了吧 你没经过你对象同意 但是你对象值得这事呢 他觉得你有点不尊重他 这个可以吧 值得一气吧 值得一气吧 就是天明借的 天明管李洋借了五千块钱 没经过你同意 你借钱为啥不告诉我呀 他着急用 他跟我说了 他说他非常着急用 就是求钱那天 咱俩一起去休息 求回来以后 马上搁到你的手 那你当时借的时候 你为什么你这么着急 那么着急 你差给我打一个电话了 一个电话 你用十秒功夫跟我说完 也行啊 那咋的 我是不能借还是咋的呀 不是就不能借 主要是你太忙了 你太忙了 我怕给你打的话 不当为时间工作吗 人家说的是啥 你要听他说啥 就他说的是 你没经过我同意 你就说意思就是 就你大方我不大方呗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你需要咋说 你需要先说 先承认错误 对不起 这个事我没考虑到 我知道我媳妇是一个 特别大度的女人 这事我要跟你说的话 你一定能借的 试试试快试试 亲爱的 我没经过你同意 我不对我错了 你别跟我生气 早知道我跟我亲爱的 先打个电话好了 就他这么大度的人 批我都大度 我要是早知道 先打个电话 他一定是能同意我 去借这个钱 那你下回再有这事 还告不告诉我了 必须告诉我 你就直接说没有下一回了 没有下一回了 那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 那你给我做饭吧 我要吃锅包肉 没问题 哎呀对 最后没有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是不是 但是这中间的沟通 有多重要 对 非常重要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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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